由管理处策办台东创意摄影 暗影地图照片征选活动 得奖名单出炉 第一名由来自台东热爱摄影的名家刘梅林获得 我想台东最漂亮的山就是杜兰山 杜兰山最能够代表台东 选择有圣山之称的杜兰山为摄影主题 起个大早来到北南乡境内的四格山 在清晨时分 透过专业相机的镜头 将这幅云雾环抱杜兰山的壮观美景记录下来 一直以来我拍杜兰山拍了一年多 终于在那一天拍到我心中的最爱 然后他就得奖了 我也很开心 第二名与第三名都被来自台北的摄影爱好者包办 不过第一名却是留在台东 第二名跟第三名的得奖都是台北的 真的啊 景都是台东的景 但是第一名是得奖是我们台东的 赞 谢谢 让在地人记录家乡的美景 又能获得评审一致青睐 也让官女处长江慧卿相当开心 其实他这一幅摄影 在我们那么多的专业的 我们的摄影大师 一次公认是第一名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说一方面是 他拍摄的技巧是非常的好 那再来呢 其实杜兰山是我们台东的一个圣山 所以说对于台东来说 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这幅令人惊艳的山水摄影作品 搭配新师创作第一名的月光小站 将整个杜兰山的美景叙述的相当动人 其实他们的意境都非常的雷头 然后也非常的代表台东 所以说我们把它搭在一起之后 也非常以后就是能够代表台东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宣传 获奖的摄影作品 都将在台东转运站的展示厅 公开展示 这也是继波浪大道天堂路之后 将有可能成为另一个 让全国游客来到台东 为之风靡的新型景点 东台新闻张家为台东市报道